欢迎收到政治,我是启耀 教育部长竟然为了华晓跟马哈迪唱反调 请看这个新闻 没错,我们的教育部长法迪娜 平时你不要看他感觉微微诺诺 上到国会给魏家乡问道 都拍桌子很结巴 但是这次我认为他做对了事情 他在接受这个BFM采访的时候 就坚持地捍卫多元留学校 在马来西亚存在的合理性跟必要性 我认为他的这个坚持 他也坚持得非常的聪明 他并不是告诉大家说 这是华人的权利 这是印度人的权利 这是少数民族权利 没有,他不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理由 而他是反过来去进行一层思考 也就是其实现今多元留学校的存在 尤其是像华晓、大米尔晓 这些学校日渐成为马来家长的热门选项 也因此 以前可能这些马来家长 如果要学这点孩子学中文 可能是要去中国这边打拼的话呢 他们可能真的就只能够把他们送去外国 但是现在呢 他们可以选择送去华小 又便宜 又可以跟这个家人住得近 最重要的是呢 他们学到的这些知识呢 也可以足以支撑他们到其他的国家去进行发展 而且直接就等同于多一个外包 就是学多一个华语 所以其实这一些学校的这个存在 对于马来家长 对于马来人来讲 都无疑的添加了一个先天性的优势 为什么我讲说这样子讲是聪明的 因为大家想想看 假设我是一名推销员 我要向你推销 你的家里必须要有这样事情 OK 举一个例子了 那我一定是跟你游说说 你到底拿了这个东西 它对你有多好 而不是你拿了这个东西呢 对其他人有多好 OK 所以这次的这个角度切入 是从马来社群的角度切入 因此呢 当这个BFM的这个采访广播出去 我们也相信说呢 大部分会接收到的这个讯息 马来民众肯定是少不了的 因此 其实散播着这样子的一个思想 对于改变我们有族同胞 对于华小 对于大米尔小 跟多元流学校的这个思想 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记得 这个言论是处在 马哈迪讲了种种的这种种族言论 尤其是童话论 这个华人不应该有自己的学校 不应该有自己的语言跟文化 这样子的言论过后所冒出来的 也因此我认为 他所做的这一个决定 是非常正确 而且这个表态 也是有他的象征意义的 为什么有象征意义啊 我给你看一个对比 好不好 看一下 2019年的时候呢 其实伊斯兰党的 这个妇女部主席 弹出来呢 去抨击 说呢 这个多元的学校是应该关闭的 也因此呢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两个 非常鲜明的这个对比 OK 两边对于多元的学校应该存在与否 有着完全的这个分歧 那我觉得这次啊 这个教育部长 这重新的提出多元的学校的这个合理性之后呢 我倒想看看到底伊斯兰党 他们的态度是怎样 因为大家要知道 对于马哈迪 种种的极端言论呢 伊斯兰党至今都没有给出任何的评语 所以对于伊斯兰党来讲 他们到底是赞同 所谓的要同化论 他们是赞同所谓的 大家都应该要追寻马来人文化 要关闭多元的学校吗 还是其实伊斯兰党也不敢走到那一步 你知道吗 目前来讲伊斯兰党完全没有标派哦 所以这个事情回到来了 这次的这个课题啊 当这个教育部长这么提了之后 假设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波澜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对声让 那其实我认为 能不能在更多的时候啊 我们有这样子的采访 甚至啊 我这样子的一个设想啊 如果有华人自己讲的啊 华小应该被保留 其实说服力不高 那能不能其实做更多的不同的访问 比方讲啊 一些无异家长 他们送孩子来到学校之后呢 采访一下他们 其实到底对他们来讲啊 华小给予他们这样的帮助 对于他们孩子 到底有没有什么深刻的注意 我觉得只有这样子 当有足同胞 他们获得了这个华小啊 去了华小受到了好处之后 他们去宣传 那才能够让更多的有足同胞 对于华小 对于大米尔小 有更高的接受程度 不懂你怎么看 下面就让我知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